第一天,我從Facebook上收到一則活動訊息 我的朋友黑熊邀請我晚上到台北市的蘭州公園去看螢火蟲 你想這有可能,台北市內幾百年前就已經沒有螢火蟲了 然而,黑熊還是一直找我去蘭州公園看螢火蟲 在半輩半舊逼不得已之下 我終於在一個下著雨的傍晚,到了蘭州公園 沒有看到螢火蟲,卻在這個公園展開了一段探險 為什麼能夠在這邊,凡子能夠複製成功? 不然,可是螢火蟲又很怕光了 台北市的蘭州公園,有螢火蟲 而且是人工富裕的 蝴蝶、青蛙、螢火蟲 都有生態的回憶,古早時代 要看到螢火蟲? 有啦,沒有看到螢火蟲,沒有看到螢火蟲 沒有看到螢火蟲,沒有看到螢火蟲 沒有啦,有啦,不要跟別人說 那真的有啦,我看到螢火蟲 我看到螢火蟲一隻 小孩看到它是覺得很虛偽的 因為小孩不知道螢火蟲 在螢火蟲或是看到螢火蟲 我哪有螢火蟲 小孩看到螢火蟲 有一天就搜尋到一個新聞就看到說 欸 台北市的蘭州公園 有螢火蟲 而且是人工富裕的 就看了一下地圖 我就覺得怎麼可能 因為它不是在河邊或是在什麼 它是一個旁邊都是建築物的 中間的一個小公園 然後它有螢火蟲 螢火蟲 有螢火蟲是不錯啦 但台灣很多地方都有螢火蟲啊 而且 螢火蟲只不過就是會發光 說穿了 就是蟲嘛 所以我本來去之前 我對那個地方的期待是非常低的 因為我覺得可能沒有太特別 就是可能一個花園 然後有人放 我認為是放下去的 不是再長出來的 因為大部分我們所看到的 像多年前在大安森林公園 也有人要放螢火蟲 放 它是放火體會飛的 結果呢 你也沒有聽過大安森林公園有螢火蟲 或是每年或者在那邊做一個長活動 沒有啊 所以我本來對那裡是覺得 可能只是噱頭 可能只是噱頭 那裡面然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買一個卡蟲好多 我也說不下去 買回來下去也要上班 以前的孩子思想比較低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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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嫁去我帶兩年的日本人 我對這裡的貿易人 我是做事業 因為我對五斤來 為什麼大家都說日本人 沒法讓你帶 我帶兩年而已 所以這對日本 他們的文化 比較有興趣 日本人 競藝精神 很棒 所以我去日本看 都在做水年而已 整個完全都是聖代工王 完全 連加拿大就這樣 雖然 我真正對蘭州公園感興趣的時候 螢火蟲早就沒有了 但我還是能夠感覺到這個公園 和台北市其他的公園 是不同的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就圍繞在我們的四周 在第一天去看的時候 其實去 第一個改變一下就是 生態的豐富 就是青蛙 水生植物 非常的多 當然不是沒有缺點 如果你真的要挑毛病 這邊 它很多是外來種 但是我覺得 在公園裡面 它是一個人造的公園 它不是一個天然環境 所以 我並不會用很高的生態道的標準 去看待那個環境 結果 放下去 它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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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去拍照 它很酸 它很酸 這是我 它們的高園長 我姓高 所以是公園的園長 所以它是公園的園長 哈哈哈哈 它也送給師妹 都在 沒有啦 我都在裡面 剛才我們都在洞裡 我都在那裡賣 我這個生態是在那裡才是師父 我是師父 這樣賣 開始來做的時候 原本就連草、飛檔 大棟樹 剩下樹 像我們做的時候 開始種一些花花草草 水果樹 水果樹有整十種 芋芋、煙霧、金酒 水果樹 很多種 我都要到十種 略消化過程 因為我現在要做 培養五點 我們原本就要種很多 地球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東西 師弟 我們這部就是插在幾個部 我們這裡有幾個 我們這部就有 我們只是開的這部 剛才都已經 都已經 之前去給魚子 吞著都拍完了 對 對 現在都晚上比較多 晚上的 就開了 剛好到7點就開了 早上到9點 因為你現在種 現在比較少 你現在 都去給魚子吃魚 不再吃 因為晚上的 你說魚子會吃喔 對喔 吃火耶 鯉魚會吃魚的菌 大家要有 所以魚子 因為人們都黑白 把我們放 我們靜止也放生 大家都不聽話 都說 普通 如果要做好 大家來放生 放生的時候 結果魚子會大隻 你要像 孤零爺 這水果 它總是浪 在水果 水果 水果 它都把它拿回去 拿回去 公園裡奇奇怪怪的植物很多 但最讓我驚訝的 莫過於野薑花了 印象中野薑花很香 長在山裡的水邊 沒想到 這裡也有 這野薑花是 我們真的要去爬山 看來 欸 每個季節 它的季節是 剛才知道 怎麼開花開得這麼漂亮 沒那麼香 就跟歐 歐滾回來 這也是 實驗的時候 發覺說 我幾年來 養菇 蒸下去 會比較漂亮 我不知道 就是我們 八山再把 歐 薑頭回來 蒸下去 很成功 一般老的 以前 起來 就起來 起來要運動 我們這個公園就是 一些青 青 呼吸新鮮的空氣 台北市有多深呼吸的地方 已經很少了 台北市 哇 我剛才一站去 整個地方都 嗚嗚嗚嗚 兩個皮膏都嗚嗚嗚 這空氣不太好笑 那在那裡 公園 還有火香 還有壓金子火 壓金子火 這是在山上才有這個看 公園就 對我看到壓金子火 每個月開的火都不一樣 都有這個火氣 每個月都不一樣的火都好看 所以非常不簡單 要聽聲 餐來可以做生態 對 對 這幾個年的時候 也說餐來不可能 結果是有可能 我也想不到 我買兩萬塊的融合蟲 我還放下去 其實我是去年 就想要放進去 量不大 去年是有 去年剛好 也沒那麼多 其實剛好 吃百吃 一天幾吃幾吃 結果 磅兩磅有夠 吃百吃 今年就好 今年 差不多 三個離狗 到六個地 幾乎差不多一千隻 那個量 很多 整個晚上來看 都四五十隻 都市也能做生態 這句話深深打動我 不過做生態 是否每一個里民都能認同 里長選舉快到了 公園邊的大樹旁 插著另一位競選者的棋子 我很想知道 這位大哥 是怎麼看待這個公園 這個社區的 你說這個公園 以為他強調那個 那個聯華池 聯華池 聯華池 漂亮了 不是辦法 我們也不說他辦法 問題是 因為要做的空間很多 我們要選里長 是要服務里面 注重里面的安全 以及 這個老老婦 有弱勢的 你不去做那 你就做公園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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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選公園 也有公園 你搞這個有什麼用 的確 在我印象中 台灣的里長 是不需要 也不應該過問公園的事的 一個里長 每個月政府補助4萬多 照顧里民 為里民服務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 對蘭州公園的里民來說 里長 公園 和這個里 又會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又會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在這裡 在這裡 我過來吃 我問一下 老婆 不漂亮 沒問題 我叫他要跟你接下去 沒有啦 他叫你上來 他才疼有 我不知道 欸 蛤 就為了你一隻狀況 才會跟你做 那不可以為了我們一隻狀況 我跟你說 我是說叫他做 他現在整個狀況 我 走過去一隻 你知道如果沒有去看 自己做 你也讓他去修圖 我看要叫你來 我現在便看要叫你來 沒有啦 我再去就去看 我在那裡抓一再去而已 怎麼沒問題 這樣你會去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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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一顆 阿嬤 阿嬤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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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像做這個 這個實跆怪他也那麼 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就發覺 hairs 一下子好不好 現在大家八十以前 會看到 會唇到 女孩 他在那裡抓很涼 很涼 啊不及煮水了 otics 他們已經使用了幾十年了 現在大家發覺 black d McD C 另外吃了 你如果去一家都 只要補 整個 其實也 non 很豪 那個 國防我去諧懦 Anytime cosas 都做這些 連蘇海口、洩洪溝、農村的道路都在生態公園 完全沒有用水泥 水泥不一樣的嘛 你就對當就拚了 爆開了 有啦 有的說要看銀河蟲 看不看什麼 沒有啦 有啦 不要讓廟人說 我真的有啦 我看剛才10瓶一隻 我一隻捆的捆的 有啦 人家真的有啦 不可以跟我說沒有 有啦 那是你來捆的啦 不是自然的啦 不用怎麼捆的啦 那銀河蟲 你如果不是自然生態的 你不用一周就捆你了 有的人說 啊 你去哪裡餵 沒有錯 都需要從外地買過來 然後抓過來 包括青蛙 螢火蟲 從零到游 然後在這邊生長繁殖 賦予得相當成功 我們都說我們城市沙漠化 我們城市的氣溫越來越高 我們都市因為 台北本地因為熱島效應怎麼樣 那熱島效應能不能被消除 螢火蟲有什麼重要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政府 可以喊出一句話就是 在101旁邊看到螢火蟲 你會有什麼感想 不是在山上 是在101旁邊的公園 你就會看到螢火蟲 那對於都市的生態的話 有沒有正面的影響 我想一定是有 為什麼能夠在這邊繁殖 能夠富裕成功 就是 里長都會去抓了一些 田螺啦 這是螢火蟲吃的東西 田螺也好 胡瘦螺也好 甚至於最近聽說用了秋刀魚 對 也很好用 之前有時候覺得沒辦法吃 都用秋刀魚給他 切一塊一塊給他 不過效果不錯 用秋刀魚效果不錯 也是我來看 黑漢漢 黃年齡整齒都沒有 農仲富裕差不多四五年 現在一兩年一直做 第三年也覺得效果不好 第三年本來要放棄了 第四年 看又開始有了 第四年本來也是太放棄了 結果黑漢漢漢漢漢漢 第四年才開始做 一般人 一般人 不喜歡這個 就是 蟲子才有這麼高 如果說 為了這個蚊子 然後 灑了這些 殺蟲劑 這些生態真的就沒有了 現在為了這個 生態的 那個 那個環境 所以他只要放棄 他放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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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吃了 他有考慮這條 所以他就去塗 但是他沒想到 你如果說 蚊子的話 這個蚊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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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去那裡 那裡 可是 可是 池子裡面有 有養那個 鈣斑鬥魚 還有 大肚魚 這些都會吃魚卵 蚊子的卵 他們都會吃蕾蕾 啊 真正有蚊子 應該是 旁邊的水溝 水溝裡面 跑出來的 還有另外 有些人是說 因為 螢蟲就是 怕光 那 變成 燈就要弄 稍微暗一點 生態公園 是要衣衫 衣衫換水 是要瓦瓦瓦瓦瓦 那叫做最生態 我相信 你們這些老師 每次都知道 你根本就沒用土地 裡面 絕對沒用最生態嘛 你沒用最生態 你不要強求 就是因為 你從強態最生態的東西 你這個光雲全都要消毒 不要消毒 所以 你一個光雲暗暗 說真的 這裡經常發生事情 你在裡面 三百五里 平衡的東西 你怎麼沒用 在台灣 藍綠二鬥已久 而在大自然中 藍天綠地 卻是缺一不可 因為大哥 說的不無道理 但里長的堅持 也沒有錯 不過 里長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為什麼社區呈現的聲音 是這樣的兩極化呢 比里長說真的 也 他的名字還蠻不少 比如說 元宵 然後 會整個禮 幾乎大街小巷 然後 甚至於 他會弄 花燈 那個花燈 然後扛著花燈遊街 然後扛著花燈遊街 大街小巷 然後小朋友 小朋友有提燈 每年每年都有辦 然後每年每年花燈都不一樣 其實古花燈 主題的問題 在過年 大概大概六七年前 六七年前 我們就開始有這種 有這種創意 有想要 要來做古花燈 大家遊街 里長把裡面 這個 那個支架構成先做好 然後 我再來設計 這個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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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 我們里長他還 弄了一間那個 日本的 秀像人家 日本那個廟櫃 看著那個 類似河湖這樣子 然後 後面 印了一個 鳳梨里的鳳梨 鳳梨里的鳳梨 前台北市 剛才我有做這個 這 這 鳳梨里 南州公園 這都是唯一的生態 這 這就是他的台灣島 台灣島的造型 他在台 這件衣服就做了七八年以上 然後七八年十年左右 這個 生態子 還差點 有兩隻青蛙 為了這件 我去日本 過兩三隻 回來 然後 牛 叫人做 開大二十萬 我現在做這隻 古花燈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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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邊是公園的八重 就是這樣 穿這隻都氣氛很好 就是這樣好勝 開錢 開心就開心 這樣 阿咪 來 一隻 還有一隻 原來里長是個哈日族 而且里民也一起成為哈日一族 颱風來襲之前的這場中秋晚會 讓我感覺時空挫折 彷彿回到日本時代 日本生祭典 好像老母子女、米古城 拜神 老人家 每月的禮或每月的菇 都有雲的特色 人家已經生這個祭典 已經生五百年 我們還在給菇 阿姨,董董茶 人家在農國,都跟我們不同 都花菇 穿什麼大家都穿得很清楚 為大家準備豐富的餐點的人 趕快來這個涼亭的前面 來拿美麗的豐富的好吃的食物 還有大家準備的 那接著呢 她準備慶祝 我們這樣子的文化歷史比較多 應該是 因為我覺得 日本的文化歷史是沒有壞 因為也是文中公才好 好帥啊 雖然 我還是沒有看見半隻螢火蟲 不過 往好的地方想 燈籠從某個角度來說 也是隻大螢火蟲 只是這隻螢火蟲 是人造的 說起人造 有一天經過里長家門外 竟然看見 那個大燈籠 又被掛了出來 這顆掛上是 中秋節做的 一顆好像隔壁 這是公園的背景 這是電腦輸出的 我就是做一顆隔壁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這出去人看都會開心 對,哪有這台車 這隻有 另外一邊看 你不聽就好 怎麼就好 不用說話就很棒 這就跟我們做到 原廠 對這個鋒刃的有比較內行 這筆內的 用鐵埔 我每年都有做 這像這個,這是前幾年前,這也是前幾年前 這是9年啦,我做一個大顆的古花丁,這顆要... 要跟10小塊而已 這台出去深色深色 可能每天都有人,像我做這顆古花丁 古花丁來又可以當作宣傳車 好啊,這是一個創意啦 也...不可以放眼到空中 不知道為什麼 當聽著里長介紹這台稀有的燈籠宣傳車時 我的眼前突然出現唐吉克德 又好像出現了日本明治時期的末代武士 雖然我依舊沒有在公園裡看見螢火蟲 但隨著天氣越來越冷 要拍到螢火蟲 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們知道富洋公園,甚至... 你要看蝴蝶啊,要看什麼都有 可是它畢竟還是靠近都市的邊緣的郊區 可是... 藍州... 蓬萊裡這個...蓬萊裡的藍州公園 它是一個非常... 在高度都市區域核心中間的一個破碎的生態區塊 可是它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 藍州公園呼應螢火蟲的經驗 到底對於我們城市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是希望我們吃藥藥,蟲好漂亮 一漂亮的人會來我們吃館公 做館公沒有污染嘛 環境又好,空氣好 如果里長...不見了 它可能應該是最大的那隻螢火蟲 它如果被...被...被什麼殺蟲劑殺死了 那...那個...市里長... 那個里就沒有螢火蟲了 我是覺得可以來做一個... 小型的說...這樣...觀光店這樣... 不出名了這樣 特別是現在要看螢火蟲 可以跟我們吃最多而已 今年可以這樣...好... 久就穿一隻了 這個夏天 我在藍州公園 度過了許多美麗的時光 有一天的夜晚 我終於在草叢間 看見一隻閃閃發光的螢火蟲 的確不起眼 但我知道...它很珍貴 在過去這短短數十年中 人類早就創造出 成千上萬的城市火金箍 但要復育出真正的火金箍 卻是如此奢侈和麻煩 但一個亮點 代表一個希望 只要我們不放棄 希望將永遠躲在 來自我祝福 看到你 有時候 去祈福 這個禁止 祝福 在某間 劇中 藍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